好 那么团团组在昨天约谈了前这个财政部长林全 那么林全这边的证词也说明了 扁针在当初的确是介入了陈敏勋 最后进入到了这个101董座的这个人事案的过程 说到陈敏勋为了要争取开发金的董事长 后来是没有办法成功 那么涉嫌行贿给吴树珍 但是依然没有争取到的这个之后呢 那么陈志扁跟吴树珍他们就安排 希望这个陈敏勋能够来接任大华董座 在关底大曹人事案 不过最后没有权 使得陈敏勋最后落走的地方变成了101董事长